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那儿可要好好地保重身体 别累坏了 老佛爷 老臣实在是忍不住了 今儿就是拼了一死 这话我也要说 赵淑桥 赵大人死的冤枉啊 老佛爷 您要为我们这帮老臣做主啊 怎么回事 难道说 赵大人的死 另有隐情 老佛爷 老夫敢拿性命担保 赵大人绝非自杀 他 他是被人害死的 此话怎讲 老佛爷 您看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才是制赵大人于死地之物 快 拿过来给哀家看看 酒 你是说就是这个东西 制赵大人于死地 正是 哎哟 别逗圈子了 知道什么赶紧说出来 是 哦 起来 起来慢慢说啊 快起来 谢老佛爷 老佛爷 其实昨晚 我与赵大人 原本就要连夜进宫的 进宫 见哀家 是 我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说 赵大人临死之前 还要与你一起进宫建哀家 可是 你又怎么能断定他是弃毙而死呢 弃毙需要时间 杀人者何不干脆把他直接杀死 还要大费周章地用着进了酒的黄表纸 把他给活活闷死呢 弃毙之法虽费时间 但将人勒死 索痕必在紧后 而非上吊致死 索痕在两耳之侧 武作一夜便可立变他杀自杀 弃毙就不同了 杀人者可承认将死未死弥留之际 将其吊上房梁 其死状与上吊自杀毫无二致 所以他们才想出这么个法子 既然毫无二致 那有证据吗 杀人者自作聪明弄巧成拙 问题就出在酒上 他们想造成赵大人酒后失常 上吊自杀 这等过激之举 这种假象来迷惑世人 因此他们用来敬黄表纸 用的不是水而是酒 当时房内也确实酒气弥漫 但最大的破绽 就在赵大人与我 相约进宫之后 而自杀这种不寻常的逻辑 而且微臣也在地上 捡到了这些破碎的黄表纸 即便是赵大人酒后失常 这些黄表纸是从哪来的 为什么也浸透了这种烧酒 这赵大人乃惜被人谋杀 岂不是一目了然 而且微臣可以担保 赵大人鼻腔之内充盈的 不是剃泪 而是这种烧酒 只要让武座照着这点细细咽茶 定能力剑分啸 卢勇也太猖狂了 为演罪行 竟敢杀我朝廷重臣 老佛爷正名 老佛爷做主啊 这事 哀家有点不明白 想到当日 你跟赵大人 一块听到卢勇 向韩宇轩所要的 不是二十万两 而是四百万两 那他为什么 不把你们两个都杀了呢 昨夜驿馆内 卢勇找到了老夫和赵大人 驿馆内人人尽知 这便是卢勇奸诈的地方 若将我二人都灭了口 只怕反倒惹人嫌疑 杀一个而留一个 这正是敲山镇虎 杀起静猴之法 老朕不争气呀 昨夜 果然被吓得 就没敢连夜进宫 不通 想了赵书翘 才五十有四 而你王大人 已经是七十古兮了 为什么不杀你 震慑赵大人 而杀赵大人震慑你呢 微臣也在想这个问题 恐怕是老臣 在朝内历来就用何时老之名 只怕胆小懦弱出了名了吧 不对 还是不对 就算你昨儿晚上吓得不敢进宫 可是今儿你还不是进宫 把所有的事都告诉哀家了吗 他绝不是为了这件事情 杀得赵书强 哀家明白了 老佛爷 您洞察出什么了吗 想得当然 我烦察出什么了 你我把事都没有 欺负你 我不是那个你 那是什么 屏幕 trong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大人 不管你是信还是不信 哀家都要说 哀家此刻要杀卢勇之心 比任何人都重 当日 他把哀家的电文 翻了一份给中共 哀家就起了杀他之心 可是 不能意气用事啊 像八国联军宣战 就是意气用事 亏得那时候 王大人没跟那赵叔撬他们 一块鼓动着宣战 否则现在 哀家就是喊你一万声老哥哥 也保不住你这条命啊 一时的意气用事 让哀家失去了多少进尘 哀家的这份无可奈何 想必王大人 也能够感同身受吧 哀家要让他卢勇 随时万断 死无葬身之地 老哥哥 你可愿意 跟哀家一起 扛起这个忍字啊 老佛爷 老臣明白了 老臣懂了 不就是个忍吗 为了老佛爷 为了大清朝 老臣忍了 好 好 王大人 下去歇着吧 卢勇已经在外头后旨了 你就把他宣进来 该怎么说 就不用哀家吩咐了吧 老佛爷尽管放心 老臣告辞 王大人 卢勇叩见王大人 卢大人 免礼免礼啊 昨天晚上你又为老佛爷立下大功一件 只怕日后 家官晋级 将来声名威望 绝不在老夫之下 老夫此时 怎敢受你这等大礼啊 王大人 卢勇只不过是替那太后 除去了陕西的大蛛虫 韩雨萱 但是我一想起赵大人 昨天晚上喝醉酒 他竟然 我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啊 住口 赵大人奉旨回京办事 此事以后不准再提 哦 卢某糊涂 卢某糊涂 您就当我没说 您也没听见 王大人 刚才在下分明听见太后有些动怒啊 哦 事关何意 此乃机密 卢大人就不必多问了吧 哦 卢某多嘴 卢某多嘴 哎 王大人 您这眼圈红红的 怎么了 哭了 你还真是多事 赵大人此去山高路远 要不是老夫垂垂老矣 折腾不起 可真想剃了他 同僚辛苦 多少有些动情 怎么 卢大人 此事也值得你多问吗 卢某糊涂 卢某糊涂 这么简单的事都没想明白 王大人 您慢走 我去规见太后了 站住 这么着就想走了 刚才我在太后面前 您在太后面前 我在太后面前 可着实夸奖你是个人才 可堪大用 哎呀 王大人您抬举 卢某真是感激不尽感激不尽呢 你还真是得好好谢谢我 昨天晚上我看见听见的 我可没和太后说呀 这二十万两 他怎么就变成 明白 王大人 您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卢某也不是一个愚钝的人 三万两银子 回头送到您府上 三万 二十万两变成四百万两 五万 五万嘛 还像回事 好 五万就五万 天黑之前 我可要借银子啊 一定 一定 告辞 黄泉路上 栋梁蠢材 毁于一句 终了幻梦 道行逆施 大错特错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依你看 老伯爷 要说这韩雨萱疯了 微臣是万万不信的 只是微臣不明白 这韩雨萱为什么要装疯 即使是兽刑 也逼不出她的常态 你给她上刑了 老伯爷 这微臣看她装疯实在可恶 就稍稍用了那么一点点刑 稍稍的 在你手里头 就脱了一层皮 就算是这样 她还是一副风胎 是啊 是啊 这老东西 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 她 回老伯爷 这也是微臣百思不得其解的 若说她贪赃枉法的证据 已然落实 她风与不风都是个死罪 若说她薄命 以图女儿韩素云的一条生路 那微臣见到她时 她应该就是个死人了呀 若说她攥着秦宝以图掩盖 那进了巡抚大牢 背了那么大的罪名 受了那么多的罪 那应该有什么招什么 只求诉死了呀 照这么看来 难道这老东西是真疯了 不可能 老伯爷 微臣怎么看呀 她都像是装的 这个韩宇轩道行够深 哀家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陆勇 这样吧 明儿个你到西安城门贴个黄榜 告诉西安所有的百姓 巡抚韩宇轩 坦赃王法罪行累累 已经缉拿归案 将于后日 再巡抚大唐公审 至于这主审嘛 当然就是你卢勇了 还有 所有的百姓 凡是握有证据的 都可以提出来告诉我 看看这样 可不可以逼出一点 六国一统的秘密 老佛爷圣命 微臣这就去办 慢着 白家还有话要问你 老佛爷 您尽管问 你给王大人 上了什么眼药啊 他进宫禀报 赵大人自尽的事之后 就不停地夸你 简直把你夸得 天上有地下无啊 好像诸葛在世一样 你给了他什么好处 他把你夸成这样 哪里哪里 老佛爷 您这是跟微臣 说笑呢吧 虽然说是句玩笑话 可是满朝文武 谁不知道我和王大人 一臣一有几十年了 除了李鸿章 荣禄 他是哀家最信任的大臣 有了王大人的青睐 相信你也出不了大阁 好好干 哀家相信王大人的眼光 也相信鲁大人的才干 老佛爷 微臣今后 定肝脑涂地死而后已 尽心尽力地为老佛爷办事 哇 你的头发好细啊 竖起来真漂亮呢 上纸下 太后一旨 韩羽萱贪赃枉法 罪已落实 现押入巡抚大牢 韩素芸系罪臣之女 你已不亦留在宫中 明日一早立即出宫 不得言误钦此 四语 四语 你怎么了 四语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这是王大师 被抓了 这韩羽萱你看着 皇上有旨 前任巡抚韩羽萱贪赃枉网法 证据血凿 现已缉拿归案 将于明日巡抚大谈公审 韩有知 韩羽萱罪证之人 当堂前来控诉 所控之罪一经查实 举报者定有重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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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小姐 不能进去 你不能进去 韩小姐 不能进去 韩小姐 不能进啊 韩小姐 不能进啊 让我进去 韩小姐 苏云 你不能进去 苏云 你干什么呀 苏云 这一切过吗 苏云 您就是干嘛 要给你们 苏云 让我进去看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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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云 你快起来 快起来 韩小姐 是这样 不是我们不让你见你爹 是鲁大人下了严令 如果说 谁要是让你见你爹 谁就得死 我们惹不起鲁大人呢 韩小姐 就算我求您了 饶了这里所有人的性命吧 韩小姐 您就行行好 别再为难我们了 苏云 先起来 起来 我不起来 我干不到我爹 我绝不起来 苏云 我们先回家 有什么事情回家再说 你们先介绍是不是 没关系 我去收 我去收 苏云 苏云 你听不懂吗 这件事不关前不前的问题 你先冷静下来 苏云 苏云 让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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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云 苏云 你冷静些 苏云 你冷静些 苏云 路上 东凉春彩 汉玉轩 你好好看看 谁来了 汉玉轩 哀家今儿来找你 是有几句话要跟你说说 不管你是真风也好 假风也好 如今你已经死到临头了 哀家就跟你明说了 把你该教的东西教出来 哀家就赐你个全尸 否则未到清明 你女儿连个坟头都找不着 那该有多可怜哪 你自个儿好好想想吧 忠良蠢才 汉玉轩 你听见没有 主子跟你说话呢 牛牛 小牛牛 方牛牛 老伯爷 他这是作死呢 来人 行了 明儿就要公审了 都已经成这样了 还要上刑吗 到时候他女儿看见了 该有多可怜 做人总得给自己留点余地 走 送你 黄泉路上 东粮春财 好 好你个韩玉轩 你嘴硬是不是 哀家就让你嘴硬到底 走 总 总 小虽然 老伯爷 慢点啊 慢点啊 韩玉轩 大姓女士 大错 得错 卢勇 在 千万别把她弄死了 听明白了吗 微臣明白 微臣明白 恭送老佛爷 陆大人 来人哪 这 拿刑具来 是 你看 大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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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 来 来 这样 来 订阅 来 快 哦 挺好好的 两位大人 想当初啊 也是这三堂会审 城里那沉然撞车一案 如今呢 又是这三堂会审 当初韩玉璇坐在这个位置上 如今呢 沦为阶下囚 不知是天意弄人哪 还是因果循环啊 来人 给我把罪臣韩玉璇带上来 陆大人 不好了 韩玉璇他死了 什么 死了 怎么死的 兄弟 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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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苏云 爹 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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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 爹 苏云 既然案犯已死 今日暂且退堂 在查识之后再行审礼 退场 前面 我洛杀 上去 发生了 陈连 你不过一届草民 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 饭大人已经说过了 在进一步查识后再行审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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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大哥不好意思啊 我们今天是刚回西安 这人 人都到哪儿去了 店铺都关门了 出什么事了吧 你们刚回来 难怪不知道 今儿在巡抚大堂 宫审贪官韩雨萱 人们都去看热闹去了 禀告三位大人 经卑职初步检验 死者全身有伤一百多处 他肢骨断裂 骨骨变形 小腿肌肉拉伸 而且全身表面有鞭 棍骨烙的伤痕 伤痕之上 又被撒上了粗盐 死者全身的伤痕 全是心伤的 可见 生前受过严重的酷刑 这么说 能看出死者 起酷刑折磨致死吗 不 根据卑职检验 死者虽然身受酷刑折磨 经历了极大的痛苦 但令他死亡的原因 并非是这些酷刑 我就说嘛 说 到底怎么死的 大人 韩玉轩全身发紫 食指乌黑 嘴唇爆裂 乃是中毒之症 而且下官也用银针探过 几乎可以肯定 是中毒 中毒 所中何毒 这个就不清楚了 你能确定是被毒死的 不是被折磨死的吗 大人可以确定 实行人手法十分的巧妙 受刑之人虽苦万状 但绝无性命之忧 所以你断定韩玉轩是被毒死的吗 陆勇 你几个变态 你为什么要毒死我爹 你为什么要害死我爹 书爷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为我爹报仇 大胆 醉臣之女还敢咆哮公堂 来啊 给我抓起来 是 算了 本大人大人不计你小人过 念在你丧腹之痛上 不予追究了 既然此案已查出并非用刑 乃是中毒所死 还要细细查访 退堂 你 陆勇 宋云 你这宝败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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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法 这说法 昨晚发生了什么事 老头大哥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告诉我 我求求你 求求你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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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大哥 求求你了 好歹苏云他爹 也是你以前的上司 拜托你就透露一两句给我们吧 哎呦 我求求你们了 你们别再逼我了 这要是让巡抚大人撞见了 我就是什么也没说 我都要倒大霉了 快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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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 还认识我吗 哎呦 我不认识我亲爹 我也不能不认识您哪 主子您这是 老头 我告诉你 这边呢 是卢勇 一边呢 我上回也跟你说了 当今万岁爷 那是我叔叔 这当今的太子大阿哥 那是我表弟 你要是觉着 你为了这卢勇 能得罪得起我 那我也没辙 哎呦 柱子 您可别这么说 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啊 我没什么吩咐的 他们想知道什么 我就想知道什么 你要是说了呢 这顶金子就是你的 不说呀 我现在就把卢勇叫来 让他当着我的面 治你的罪 好好想想吧 哎呦 柱子 您这不是往死里逼小的吗 说了 卢大人一定把我给弄死啊 不说吧 您一声令下 还是卢大人把我给弄死 这不是 这不是断了我的活路吗 这不是 你们不是来探奸的吗 那儿就有一个死囚 明日午时问斩 要见 快见 明天就来不及了 快去 快 人在巡抚大牢 活生生地让人给堵死了 你说 到底怎么回事 老佛爷明见哪 臣到现在自个儿还在纳闷呢 那韩宇轩被押进巡抚大牢以后 是水米未尽啊 进来之前 除了疯疯癫癫之外 是毫无中毒的征兆 这臣左个儿走的时候 给他用完形谈还好好的 怎么就死了呢 还是中毒死的 你这是在问你自个儿呢 还是在问哀家 不是老佛爷 微臣是诧异啊 你诧异 哀家可不诧异 你一定是在刑训的时候 得到了六国一统的秘密 一时起了贪心 想要夺吞秦宝 所以 毒死韩宇轩 好来个死无对症 哀家说的可合情合理啊 老佛爷明见 微臣冤枉啊 老佛爷 您都说了合情合理 我明知道您会这么想 还会傻到去毒死那韩宇轩 我这不是找死的吗 人要起了贪念 什么事做不出来啊 老佛爷 您说得固然有理 微臣不敢变 可微臣确实没有做呀 您仔细想想 韩宇轩自押入宣府大牢 一共是三天两夜 这期间 微臣严厉 不许任何人去探室 我有心弄死他 只管纵容他们 让他们进来探室便可 这之后 谁又能说那探室之人 不是下毒之人呢 臣岂不顺理成章地脱了干系 其二 韩宇轩在大牢期间 臣严厉 不许给他钉点吃喝呀 这韩宇轩有吃有喝 中毒而死 自然会查到那吃喝上 可微臣要没下这道命令 岂不又能顺理成章地脱了干系 其三 我固然对那韩宇轩是用了行 可再怎么用行 韩宇轩无非说着那几句 黄泉路上之类的风话呀 在这期间 有那些劳逸皆可作证 老佛爷 我要是毒死了韩宇轩 宁可让您千刀万剐 五马分尸 老佛爷 您仔细想想啊 可是这事就这么断了线 以后从何查起呀 老佛爷 微臣也一直在想 这韩宇轩被押进巡府大牢以后 一直是疯疯癫癫癫 嘴上无非是唠叨那几句 黄泉路上动良蠢财 终了幻梦毁于一句 还有什么大错特错 道行逆施 这臣琢磨来琢磨去 始终没琢磨出个所以然来呀 那线索会不会在这几句话里呢 哦 小李子 奴才在 这事你怎么看 奴才没什么学问 可说这几句话 倒能多听出点意思来 我觉得呀 好像是在说他自个呢吧 说来听听 老佛爷 您想想 黄泉路上 他韩宇轩下了巡府大牢定了罪 肯定是必死无疑呀 这不是黄泉路上吗 动良蠢财 可不是嘛 他韩宇轩辛辛苦苦 爬到了巡府这个位子上 围观二十多年 从一个清官变成一个贪官 这不是动良蠢财吗 毁于一句终了幻梦 这两句也差不多的意思 这就说啊 韩宇轩也就是说他这万贯家财也好 有权有势也好 完了死了 到最后啊 跟一把火烧了似的 什么都没了 俩人一抹黑 全没了 连梦都没了 至于那道行逆施大错特错嘛 奴才觉得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就是说啊 韩宇轩后悔啊 后悔当初怎么一步走差成了个贪官 他上不进朝廷 下不爱黎民 您说这不是倒行逆施吗 如今自己落到这样的下场 他也知道自己是大错特错 嗯 你说这话 好像有点道理 可是就凭这几句话 这怎么猜呢 这 道行逆施大错特错 这话有点牵强 既然已经梦幻终了了 又何必再翻过来说大错特错呢 嗯 不通 老佛爷 这韩宇轩可是个酸文人 奴才觉着 他是不是拿这两句话 再凑数压字呢吧 不可能 不可能 老佛爷 这韩宇轩既然是个酸腐文人出身 他就更不可能在自己的临死遗言上凑子压述 让哀家怎么猜啊 至于那个陈家乐嘛 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唯唯诺诺的商人 其实啊 他的心机城府啊 不下雨很暄 说不定啊 他知道的比咱们知道的还多呢 哎 太惨了 就这样整整折腾了一个晚上 哎 我已是要死的人了 现在我就什么都告诉你们吧 那我问你 昨天晚上一整晚都在行去 都没有送进吃的喝的吗 打官进来那天 卢勇就下令 连水都不给他喝 哪会给他送什么吃的喝的呀 那昨天晚上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声音的 卢勇他们 一直折腾到三更天后才走 走了之后 那韩宇轩还在哼哼 后来我们听见 他扯着嗓子喊了几声 我们以为他是喊疼呢 后来就没声音了 再往后呢 就是差人押他去过堂 就听见喊声 听说死人了 他喊什么 韩宇轩被押进来的时候 就疯疯癫癫的 起初谁也听不出他说些什么 可他总是颠来道去的 听长了 我们也就背下来了 可他说的那几句话 那是句不成句 诗不成诗的 不知是什么意思 那几句话 好梦难追 夜来像甜蜜的水 我情愿为爱十年 情这一切 我情愿为爱十年 木人回首 灯火阑珊 怎么看不见 昨日红颜 心里边 林冠里歌 唱不吉梦断轻声 爱是春风 吹不散两颗沉 慢慢来路 相逢何处 怎能忘记呢 许下的誓言 我爱你一百年 那八时过夜雨夜 我爱你一百年 那一尘苦绿缠缘 想用怀疑的缠绵 拥有那思念的永远 等你一百年 今生也无缘 我爱你一百年 哪怕是过夜雨夜 我爱你一百年 那一尘苦绿缠缘 想用怀疑的缠绵 拥有那思念的永远 等你一百年 何处怎么忘记呢 许下的誓言 我爱你一百年 哪怕是过夜雨夜 我爱你一百年 哪一尘苦绿缠缘 想用回忆的缠绵 拥有那思念的永远 等你一百年 等你一百年 今生也无缘 永远 白老板 你如今有燃哥哥对你的呵护备质 还有他没完没了 在你面前的懊悔往事 你心里面高兴 自然看着万事都顺眼 我爹死的不命不败 难道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吗 你爱上的是你的改变 而非陈俊这个人 就是他 就是他抢灾了我们的朋友 我不会认错的 他自然蒙着面